欢迎来到小韩书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 番外之念风吉尼 第七集 诗意七 仓皇之下的承销没有选择乘坐电梯 而是走楼梯间一路跑到了楼下 弯腰喘期间才发现自己脚上穿着的还是拖鞋 衣服裤子都皱巴巴的 宿醉过后还没有洗漱 这样子不用想都知道有多狼狈了 此时的他只想赶紧回家躲起来 独自舔是自己的伤口 当出租车司机按照订单来到小区门口 见到有些狼狈的他时 忍不住担心地问道 姑娘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承销尴尬地捂了脸 没事 司机忍不住通过后视镜观察他 关心道 姑娘 车上都是装了录音器的 我们司机之间也有联系 若是真遇到什么事了 别怕 直接说出来 我帮你报警 承销努力吸了吸快要流下的眼泪 扯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胡中了一个看似很合理的理由 没事 跟男朋友吵架了 一路上 司机暖心地安慰和开导 承销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恨不得有个嘟拉恩梦的任意门 直接穿越到家里 把自己藏起来 谢谢 直到车行驶到达家门口时 他简单道谢 以最快的速度下了车 在进入家门的那一刻 承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直接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他从没想过自己竟然会有如此狼狈的一天 可这能怪谁呢 怪不难停吗 其实也不然 任谁被一个陌生的人缠上都会烦吧 妖怪只能怪他自己爱他爱得太深了 才会在得知他忘记的重要的人里只有他时如此崩溃 眼下他彻底离开陆航了 对陆舟这个令人伤心的地方也没有了留恋 这个房子对他来说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不知哭了多久 承销渐渐缓过神来 开始一边打包行李 一边联系中介将房子挂牌出售 他们在一起后 墙上的很多照片都由原来的单人照 换成了双人照 以及自己偷拍镜头下的顾南亭 随着一个个相框和那有裂痕的航线图 从墙上摘下 承销情绪再度崩溃 哭着把一个个相框 以及那封被撕碎后又装表起来的劝退信打包装箱 就像自己置于心底的感情一样 从此把这些回忆置于箱子的底层 对于陆周这个地方 此时的承销是一刻也不想多待了 可是回青岛又有自己的父母 他不想让他们担心 于是向清航的飞行部申请休假 火速下班了 当天晚上从陆周到西安的航班 他想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吧 整理好行李 承销联系了夏至和宋宋 委托他们帮自己处理一下房子和剩下的一些物品 听到承销要卖房子 夏至和宋宋顿感不妙 赶紧打车来了承销的家里 看着承销红肿的双眼 凌乱的头发 夏至心疼不已 萧萧 怎么了呀 这是 顾南婷又欺负你了 承销淡淡地摇了摇头 彻底结束了 顾南婷 这个王八蛋 也欺人太甚了 你都离职了还这么欺负你 夏至愤怒地说道 你等着 我帮你找他算账去 承销赶紧拉住冲动的夏至 不怪他 他没有怎么往 是我自己顾不去心里这道坎 宋宋也心疼地看着承销 小心翼翼地问道 萧姐 那南婷哥的PTSD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即使相忘于江湖 承销也断没有把顾南婷的伤口 透露给其他人的道理 眼里寒泪也只是把责任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我那日要是没有飞去海里不可就好了 萧萧 这跟你没有关系 哎 这个顾南婷 最好别让我再看见他 夏至心疼地抱住了承销 小心翼翼地安慰了好久 承销一向坚强 贫富好心情后 把房子里的事情做了详细的交代 这些行李回头帮我邮寄一下 地址我到时候发明 还有这个房子 我联系了中介 到时候还麻烦你帮我处理一下 行 包在我身上 夏至仗义的印象 送送斟酌之后 小心劝说道 萧姐 房地产最近都不景气 你又急着出售的话 价格上很容易被打压 不如拿来出租吧 哪个月能有点收入 你以后 飞鹿州也有个落脚的地方不是 价钱上他还真的没太多顾虑 目前的他 只想快些逃离这个地方 可若是出售 涉及过户什么的手续 近期他免不了又要回来 承销思考了一下后 行 那就听送送的吧 先租个几年再说吧 说完 他把房子的密码告诉了俩人后 推着行李箱 准备出发去机场 最后 宋宋和夏至不放心 硬是和承销一块打车 把承销送到了机场 顾南亭坐在办公室里 试图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却怎么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注意力 脑里满是和承销相处的点点滴滴 尤其是在被自己伤害后 承销那红了一次又一次的眼角 没有敲门 也没有了往日的小心翼翼 宋宋拿着一张便利贴冲进了顾南亭的办公室 直接把便利贴贴在了顾南亭办公桌上 顾南亭看着便利贴上的一串数字 疑惑地抬头看向宋宋 南亭哥 就算你失忆了 你也不能这么欺负小姐呀 小姐她真的很爱你 我认识她这么多年了 从来没见过她那么崩溃的样子 宋宋有些愤愤不平地说道 顾南亭抿着嘴几乎不敢抬头 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很抱歉 酝酿了一下开口道 宋宋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承销 他把我拉黑了 宋宋知道这次承销是彻底放下了 但还是忍不住为二人的爱情 做最后一番努力 南亭哥 小姐去西安了 西安 顾南亭脑里突然浮现出 那幅航线图上唯一的一条红色航线 他记得当时他还问过他 他说那条航线是他最喜欢的一条 所以西安对他来说应该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吧 心里不由的一惊 宋宋不知道顾南亭到底记不记得 西安对承销意味着什么 纸不满地复述了承销的原话 小姐说从哪里开始 就从哪里结束 宋宋指了纸顾南亭桌上的便利贴 那是小姐房子的密码 里面还有一些小姐暂时没邮寄的重要东西 南亭哥有空去看看吧 如果你觉得对你不重要 我明天飞王回来就被小姐邮寄了 顾南亭恩了一声 没再说别的 只是在看清便利贴上的那串数字后 更难受了 那是他农历的生日 除了他的母亲 没人会记得 所以承销应该真的是他很重要很重要的人吧 他怎么忍心这样伤他的 心里的愧疚感驱使他快速从办公椅上拿下外套 拿着钥匙 开车去了送送给他发的定位 承销的家里